蝦餃 大家好,我是DK 今天為大家介紹做蝦餃 喝茶時,十居其久都會點蝦餃 價錢不會便宜 其實家製都可以一點都不難 價錢是很便宜 據外地的朋友,一定要解鎖一下自己的技能 做蝦餃皮 你需要的是油,泡麵,生粉,滾水 餡料 你需要的是蝦,肥豬肉,雞粉,胡椒粉,麻油,糖,生粉 今天我會用KitchenA攪拌機 幫我手攪麵團和餡料 非常好玩的一個玩具 又不需要弄髒的手插麵團和餡料 我們要處理蝦,如果想爽口 要做一些功夫,首先用鹼水,糖和生粉 醃15分鐘後,沖水 沖10-15分鐘,蝦會爽口很多 那你說鹼水怎樣做? 我會說你買不到鹼水 鹼水要自己做 做法是怎樣? 就是你拿一些粉出來 放在焗爐中 200度焗40分鐘 焗完之後,那些粉 你之後就可以長期用 你焗完出來的粉 放入冰箱 做鹼水 你拿10克的baking soda 處理過的baking soda 再加10克的水 用濕溫水混合之後 就出了鹼水 如果是時間的關係 你未必需要焗200度40分鐘 你可以直接把baking soda出來 也是那個份量 10克的baking soda 還有30克的水 都差不多 但就沒那麼正統 10克的baking soda 30克的水 我這個baking soda 沒有處理過的 時間關係就這樣混合 我們把它倒入蝦 放少許糖 放少許生粉 醃15分鐘 然後再用水沖 10-15分鐘 蝦出來就會很爽 你要把它切 這就是30克的肥豬肉 這個180克的蝦 就熱了15分鐘 現在是要啤水 啤水的意思是開水 可以沖 沖大約15分鐘左右 啤水啤了15分鐘左右 現在就切片 一隻蝦切三刀 接著要做的呢 吸乾水分 我們用廚房子 我們現在要拌餡 把蝦放進去 30克的皮膏粒 鹽 4分之3柴羹 雞粉 4分之3柴羹 油 1柴羹 胡椒粉小許 醬4分之1柴羹 3分之1柴羹 生粉一泳 一有1柴羹 這個大約攪拌5分鐘左右 你會感覺到它起膠 我們現在把它放進雪櫃 放10分鐘左右 好 現在做蝦擀皮 我們的燉麵150克 兩個麵粉一樣的 角子50克 50克 15克 這碗是用來裝350克的水 我蝦就只有180克 其實蝦皮的份量多了一倍 多的原因是 一會兒會用鍵盤來攪拌,太少時是攪不起來的 先將這150克的燉麵放入碗裡 50克的生粉倒入 另一罐留待會兒再倒 15克的糖倒入,攪拌均勻 倒入350克的滾水 一定要滾水,否則皮不夠煙韌 麵袋立即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後放在一旁,等它涼回 大約15分鐘 好,現在攪拌了,將50克的生粉倒入 攪拌均勻為止 攪拌5分鐘左右 然後將15克的油 我用了橄欖油,有些人用豬油 拌勻多幾分鐘 拿出來後,用手拌勻 其實已經很嚴韌 因為它很快乾,要準備乾淨濕的毛巾 蓋住它 我們會有少少的芝麻 把麵粉糰壓扁,剃皮紙,上面倒入油 把刀抹滿油,否則會黏到 我們做金魚是有些沙灘的 我們在烘焙店裡選擇食用免料 大約9元 金魚眼就要準備黑芝麻 之前做的黑雪櫃,30分鐘 令它硬身不容易包 麵粉糰很容易會硬,所以一定要用濕筋包 我撕了少許,倒入少許,拌勻 我們用了一條橙色,幼一點 然後再用一條粗一點的白色 橙色這個就切粒 將它隨意黏上去白色 黏完之後,將它披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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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用手掌力,牙齒一般透明 我們收回圓形出來 前面這個有尾,這裡有身體和頭 將餡料等身體和頭 左邊踏右邊,右邊踏左邊 將前面屈回後面,變成頭 把形狀出來 我建議你用棉花棒,捏出形狀出來 那些紋路會順暢一點 我們眼睛要用黑芝麻 尾巴要切紋 魚鱗我們用飲筒 這個飲筒其實是沒有用的,這是紫飲筒 你還要用膠飲筒 一下一下割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成品牙 兩條金魚 完成了,然後我們拿去蒸 開火蒸8分鐘 好,8分鐘過去了 蒸出來的樣子就是這樣 現在試試一條細魚 好吃 非常好吃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麼多 下次跟大家分享其他的料理 下次跟大家分享其他的料理